外面说对抗啦 不要对抗啦 不要添我的麻烦 我已经很多事情喔 你找我的麻烦 我每天在忙 为了你的车牌在那边打电话 不要啦 拜托你自己 你如果自己要处理事情 你就自己拿判决书 对不对 你叫我叫去的时候 到法院你一样给他看吗 没有事 真的我知道没有事 但是不要啦 那一点点请不要 你在这里受讯都要花三千块 你那个车牌没有多少钱 买啦 卖这样啦 那要 还没有事前 快点 时间快到了 好 来 你 来 来 跟昨天就大致有跟秘书长讨论一下 然后我自己在思考过 第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政府的话 基本上按照政府公开原则的之下 为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如同是要当作秘 秘密的 秘密等去处理这些事情 譬如说我们问一些问题 然后秘书长回应都是说 这些不能讲太多之类等等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诉讼 之前看那个网站上面的诉讼 那个诉讼案件这样子看下来是 对一个人民去做诉讼 而不是对美国政府 就是所谓的有四个理论嘛 台湾的那个基础论述的网路上面四个理论 当中其中引述了一个美国法院的判决 那诉讼当中就我理解来看 好像是司法诉讼而不是所谓的行政诉讼 那是不是有关于这种诉讼 是不是也可以当作那个文件 然后提供给我们参考 甚至帮我们翻译解决我们这些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说 依照就是 到我昨天的问题 就是依照战争法的话 美国只是一个占领区的情况 美国只是占领这一片的 土地的一个国家情形之上 之下 他 他如何可以去处理 所谓的真正所有权的这个问题 而不让 原残留主权的日本去处理这个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谢谢 他的问题非常好 尤其是第三个 美国今天他只有占领权 对台湾来讲他只有占领权 真正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在谁的身上 日本天皇 不要讲日本 日本天皇 可是日本天皇 那个杜勒斯很聪明 杜勒斯因为已经把日本天皇 按照新的日本的宪法 他们称为和平宪法 他们称为和平宪法 已经把日本天皇弄成跟哑巴跟龙子一样 他不能够表态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所以我说台湾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自治 自己管自己 美国军事政府他在主管台湾对不对 没有错 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坦白讲 要让所有的台湾人通通醒过来的那一天 才有可能 所有的台湾人醒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路啊 才刚刚起步而已 我们要先把政权拿回来 然后呢 政权拿回来的时候也是只有管理权哦 到最后美国会协助我们跟日本天皇讲 日本天皇还要定一个分离条款 台湾叫我叫自由 如果没有分离条款 台湾还是走不出去 另外第一个问题啊 你刚刚那个官司说你要好好翻译 我没有那个功夫啦 就来扣理自己了 你英文要加油啦 我有一个就是台湾最终地位第三册 里面全部都有 那不是原文啦 你们要练习啦 江南英文很重要啦 你要把那个原文要念好了 而且这个原文啊 你要知道法院的判决啊 美国来讲啊 如果你诉讼到最高法院等于是 他的判决就等于是什么 等于宪法一样 最高法院的判决等于宪法一样等同 你就要遵守 这是美国的宪法的规定 所以当美国政府 在就今天和平条件23条 已经归功美国是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全国 就是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有这一句话的时候 坦白讲台湾就能够获得解脱了 现在问题是说 中国国民党也好啦 很多台湾人也许不一定同意说 台湾要再交给日本 其实我没有讲说交给日本 我只是只不过讲说台湾的所有权 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台湾还有残留主权 跟谁一样 跟琉球一样 这是在台湾地位上面来讲 所以我一直讲台湾目前是日俗美战 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没记得 第二个问题 哦 是机密的事情 这个很好 没有错啦 我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啊 有的事情我不能公开 是因为它有政治上的因素 例如美国一直在协助我们 民进党会抗议的 国民党也会抗议的 而且国民党他们的钱比我多呢 我没有钱啊 国民党也能将那些故宫里面 把钱拿钱 把黑钱呢 蒋送美宁害死台湾呢 一直用故宫的那些东西啊 在送美国的国会议员呢 当然我没有证据 可是我可以觉得就是美国的参议院 有一些举止啊 我认为是很有可能 那个女人很厉害呢 那个女人是其实她是美国人 英文讲的一级棒 然后呢 又很会沟山搭事的 你们看到历史有啊 她跟那个美国好多的参议员 关系好得不得了 台湾真的是被她出卖 所以我在跟美国有一些事情在谈的时候 美国会要求说 Ragio你不能讲 你能够做不能讲 例如7月4号 让我们在美国设计的办事处 我如果跟你说美国人 和我说这不可以说是什么 但是我们设了没有 我们有设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懂得要去设 你为什么知道要去设 我当然不知道啊 我哪知道 我没有那么聪明耶 她引导我们去设 她帮我们出钱 办了9会9月8号 帮我们出钱 控告美国 花了五十几万美金耶 美国律师一个小时四百五耶 美金耶 她给你看文件 看三十分钟 明天就账单就给你耶 你叫她去看哪一书 她帮你看的书 一个小时 账单明天就给你耶 美国律师就这样 所以很多人在美国 要去当律师的原因好赚啊 我在特里设计 我也要付钱给你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 因为有牵涉到政治 所以你看哦 坦白讲我压力很大耶 一方面要应付政治方面 一方面要应付法律方面 同时还要应付各位 奇奇怪怪的很多问题 我要用USMG的牌照 有问题你要负责 当然我要负责嘛 但是我有先坚决条件给你哦 你判决数要放在口袋哦 如果他去找你马上你要给他看哦 对不对 像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护照 有两本一本哦 拿去那个什么日本 另外一本拿去关头 我有跟你说这个吗 还没有讲是不是 没有讲哦 明天在讲啦 不然明天不知道在讲什么呢 好啦 他10点来休息啦 老头好像有绿豆汤啊好不好 你们不要光开手 你们每一个人要 因为原住民比原住民比 高三族的人比较少 一个人要付钱找三个人 不要找你的族 西角都阿美族 一头都是阿美族再不可以 要找别的族来啦 14个族通通都有 那可有啦好不好 我们要大家所有的族和平共处 跟台湾人一样和平共处 我常在跟武祖长建议啦 以后你不要原住民都欺负我们呢 很有可能耶 你们生越来越生越多 生一个有100万 好 生减生 各位和平共处 这样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 起 一阵 敬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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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